好 继续带您关心香港传真 港府公布政改方案之后 民主派议员星期四首次有机会当面质问官员 他们不满政府印销假普选的方案 港人没有真正的选择权 香港立法会成立小组委员会 首次讨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声称 政改方案不会带一事 有修改空间 呼吁议员以大局为重支持方案 此言论遭到泛民议员的质疑 放下我们的诉求 我们的理想 带谷为重 好像言下之意 这些不是市民的议员来的 是我们民主派的诉求 你有没有搞错啊 市长 这些是很多市民的诉求 由泛民议员思绘方案表达不满 梁振英 中树根 叶楼淑仪去选 坏蛋和烂橙 怎么会有得选呢 政府是骗香港人 扮做老板 但是指鹿为马 颠倒黑白 你们更加要泛民主派的议员埋没良心 和你们合谋去讲大话 这个我不能够接受 另外 数名盛名联成员下午趁林郑月娥 出席一电台节目时向她示威 林郑月娥没有接请愿信 在警员护送下离开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这次回应请愿播放 说明月娥有点程序